去年有一台大名鼎鼎的OTA升级神机 刚出厂时显卡只有90W 后来一路升级到了130W 不仅如此 它还更新了独显之连 解决了游戏玩家的痛点 最离谱的是 别人都在缺货涨价的时候 它竟然降价促销 帮到了不少想买电脑却抢不到的用户 没错 这台机器就是戴尔的游侠G15 其实平心而论 去年的G15表现只能算尚可 能实现弯道超车 主要还是因为低价现货 当时的性价比不错 而今年的G15更新了配置 散热也有改进 它的实测表现如何呢? 以及我之前说过的单硬盘位的问题 到底会有什么影响呢? 看完这期视频 相信你能找到答案 先来看一下配置 我手里的这台采用的是i7-12700H处理器 6个大核加8个小核 14核心20线程 独显示最高130W的RTX3060 内存换成了DDR5 4800MHz 有两根8GB组成双通道 固态硬盘是512GB的 海力士BC711 PCIe 3.0×4速率 屏幕是15.6英寸 2560×1440分辨率 99%p3色域 240Hz刷新率的IPS屏 售价方面 我这台的配置是8999元 此外它还有一个1080P分辨率 165Hz刷新率的版本 首发售价8,099元 今年处理器和内存都有大幅度的更新 游戏本的定价普遍也高一些 相比之下G15这个价格 我觉得还是比较能接受的 在外观方面 新版的G15和上一代基本没有变化 依然是小外星人的造型 整机采用了塑料材质 重2.63kg 厚25-27.2mm 和上一代保持一致 仍然是属于偏厚重的游戏本 C面的布局也没有变 电源键位于右上角 方向键为半高 键帽刻字变成了珊瑚色 单色背光 触控板的面积能比较小 建议插鼠标使用 接口的规格也没有变 三个USB 3.2-1的A口 还有一个雷电4 对于游戏本来说基本够用 要是能加上PD充电就更好了 下面进入实测环节 首先是屏幕 面板来自LG 标称99%的P3色域 实测色域容积为100.8%的P3 所以覆盖95.5%的P3 色准方面 它的感码值在2.2左右 更贴建于DisplayP3 平均DeltaE 1.55 最大DeltaE 2.96 这块屏幕也搭载了戴尔一贯的 硬件防蓝光设计 实测它在450nm以下的短波蓝光 确实比其他屏幕少一些 不过它没有搭载色彩管理 在显示SRGP内容时 还是会遇到过饱和的现象 屏幕的最大亮度为376nit 全亮度DC调光 响应时间方面 黑白响应9.1毫秒 灰阶响应11.9毫秒 中规中矩 总共来说 G15的这块屏幕素质不错 2K240这种规格 去年还是高端级专属 今年下放到了8000到9000元这个价位了 它的色域色准表现良好 还带有硬件防蓝光 再配上240Hz的超高刷新率 玩游戏是足够用了 做点日常PS和短视频剪辑也没有问题 然后是性能实测 先来看CPU 这台电脑采用的是i7-12700H 我们之前已经测过好几次了 在性能最强的G模式下 跑一遍R20循环 第一轮可以达到7200多分 之后逐渐稳定在6800分左右 这个成绩比去年的G15提升了1600分左右 新的12代处理器混合架构 对于多核性能的提升非常明显 跑分时功耗也很激进 前两轮可以达到115W 之后则是先达到110W 然后回落到104W左右 对应的P核频率在3.8GHz E核频率在3.1GHz左右 这么高的功耗 带来的温度也很可观 CPU一直贴着100度运行 跟去年的策略是一样的 显卡方面 G15搭载了最高130W的RTX3060 有115W的基础功耗和15W的动态增强组成 实测Time Spy 8745分 Fire Strike Extreme 10649分 Superposition的教室场景5129分 今年的3060最高功耗从130W提高到了140W 但是实际性能提升很小 140W的3060相比这台G15的综合性能差距 其实也就2%左右 我觉得G15的表现已经可以了 理论性能测完 下面来看一下实际游戏中的帧数 这台电脑搭载了独显直连热切换 可以保持默认让电脑自己在游戏里切换 也可以动手从NV控制面板里设置独显直连 先来看一下网游 2K分辨率下 DOTA2 172帧 CSGO 441帧 都很流畅 Apex压力稍大一些 134帧 如果降低分辨率到1080 那么CSGO和Apex的帧率都有提升 而DOTA2提升并不明显 说明在这个帧数下 3060已经不是主要瓶颈了 然后是大型单机 2K原生分辨率下 古墓丽影78帧 而地铁 地平线5 消失的光芒2 战神4 则在50帧左右的水平 全开特效玩比较勉强 最好是关掉一些注入阴影 提机云 环境光遮臂之类的特效来提高帧数 至于2077则还是30多帧的水平 除了降特效以外 估计还要开个DLSS才行 当然了 你也可以选择降一下分辨率 在1080P下 除了2077 其他单机都可以达到全高特效60帧以上 3060应付1080P还是基本够用的 测完游戏 再来看一下生产力应用的表现 Adobe三件套 PS换用了最新版本后 终于不闪退了 950分 AE943分 PR897分 成绩比类似配置的天选3稍高一些 比i9加3070Ti的枪16稍低一些 应付一般的内容创作没有问题 然后是工业软件合集的SpecView的测试 可以看出 G15和140W 3060的天选3差别不大 而相比去年11代的i7加DDR4的Y9000P G15在部分项目中领先优势明显一些 总结一下吧 新款G15相比去年的性能有所提升 主要是CPU架构更新带来的多核性能增加 游戏部分 130W的3060应付2K分分率下的网游 和1080P的单机游戏都没有什么问题 而对于2K单机大作来说还是有点不够 需要降点特效 生产力一方面 这台电脑用来做一些主流的内容创作工作 基本够用 而且它有2K广色域的屏幕 自行交色后可以用于一些需要P3色域的场合 接下来是P8经典的拆机环节 卸下所有的螺丝即可取下底壳 注意这4颗螺丝是不可取下的 可以看到它仍然延续了上一代倒装主板的设计 在这一面可以更换内存和硬盘 但是如果要清晰换硅脂的话 还是要完全拆解 在这里我首先要吐槽一下的 就是这个M.2硬盘位 上一代G15给了两个M.2 但是第二个M.2没有螺丝支架 加装起来不太方便 而这一代竟然直接把第二个M.2给省了 也就是说 这台25毫米厚2.6千克重的游戏本 只能装一块的硬盘 如果标配512GB不够用 那就只能更换更大容量的硬盘 多花钱不说 牵引系统和数据也麻烦 我实在搞不懂戴尔到底是咋想的 在这里给不太理解单硬盘位 是啥意思的小白观众们解释一下 简单来说就是 它原本设计成能装两块的硬盘 现在只能装一个了 所以说如果你本来要买游戏本 就没有考虑过升级硬盘 那这个缺点对你来说是无所谓的 但是如果你想升级硬盘 那你就得去升级更换原装的固态硬盘了 然后再来看一下原装的硬盘 握手上这台配的硬盘型号是 海力士的BC711 PCIe 3.0 X4速率 比较特殊的是 它采用了2230的规格 接口本身也支持2280 实测 小容量连续读取在3500左右 写入在2600左右 连续写入38G后 初缓速度为800左右 常规水平 硬盘上方是无线网卡 型号为Intel AX201 支持Wi-Fi6 原装的两个内存 是美光的DDR54800MHz 单根8GB 单面4颗粒 它的实测读血和延迟表现 都要比天选3稍微好一些 相比单根16GB8颗粒的内存 差距没那么大了 电池容量依旧是86Wh 实测PCMark10的 现代办公序长时间为 5小时17分钟 比上一代短了2个小时 可能与屏幕分辨率增加 以及12代处理器 N-Core功耗较高有关 最后我们拆下主板 来看一下散热 先拆下尾部 然后断开这一面的 各种排线和螺丝 整个拆解比较麻烦 不太建议小白尝试 可以看到 它仍然采用了 双风扇四热管的散热模组 主要区别是 风扇进行了升级 规格为12V 0.25A 扇页比之前更薄更密 有助于提高风料 下面我们用压力测试 来看一下它的散热效果 室温25度 单烤FPU 30分钟后 CPU维持在100度 功耗94W 其中IA功耗86.8W P核3.6GHz E核3.0GHz 单烤显卡 RTX3060维持在86度 功耗130W 频率1815MHz 双烤 CPU87度 37.8W P核与E核的频率 都在2.0GHz 显卡86.4度 受到温度强的影响 功耗111.3W 频率1717MHz 有些许降频 然后再开启G模式 这时风扇会一直保持在满速 在G模式下双烤 CPU的功耗频率不变 温度降低到81度 显卡降低到81.8度 功耗123W 频率1770MHz 这个成绩比上一代要好 去年平放时 双烤是46-109W CPU显卡双双撞到温度强 而这一代 虽然CPU功耗低了一些 但是总功耗提升了 核心温度也比上一代更低 但是这个提升幅度我觉得不太够 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它获得更好的性能释放呢? 还真有 对于一般的3060来说 在双烤情况下显卡应该是只有115W的 而G15却是37-123W 所以说有可能是显卡抢的CPU功耗 我试着把Dynamic Boost关掉 再双烤 结果烤机刚开始的时候 竟然标到了110加115W 好家伙 原装适配器才240W 当然了 这么高的功耗肯定是维持不了太久的 15秒之后就会开始下降 30分钟后 CPU运行在68W 贴着100度的温度强 显卡是110W 顶到了87度的温度强 如果再把机身电起增加进风 那么CPU还可以达到77W 98度 显卡115W 81.5度 此时总功耗已经达到了192W 真的是极限了 然后再看一下表面温度 G模式下 高温集中在键盘中间靠上的区域 温度最高的键盘为F7 42.1度 游戏常用的键位凉快一些 WASD键在33度左右 空格键32度 方向键30.5度 这个温度相比去年也是降了的 普遍低了3-4度 在关闭Dynamic Boost之后 因为功耗升高 表面温度也会提升1-2度 而电器机身对表面温度的影响不太明显 最后是噪音 默认状态下满载噪音为47.6分贝 与去年持平 而G模式下则达到了53.7分贝 比去年增加了 而且在这个G模式下 风扇会一直维持在高转速 所以说建议在玩大型游戏的时候再考虑打开 总结一下 新G15的散热表现相比去年有进步 烤机时总功耗提高 核心与表面温度也有所下降 不过G模式下的噪音变大了一些 算是有得有失吧 另外 我这台测试机的Dynamic Boost机制我觉得不太合理 存在显卡乱抢CPU功耗的情况 应该是NVIDIA还没调好 看完了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你对这台电脑又一定的了解 按照惯例 这里总结了三条优缺点供各位参考 先说优点 第一 性能释放进步较大 在更换了新的风扇之后 G15的散热和性能释放好了不少 开启G模式后 平放时显卡不会再装温度墙了 可以说基本解决了上一代散热不足的问题 而且它在极限状态下 还可以达到192W的总功耗 有一定的提升空间 第二 屏幕综合素质较高 这台电脑搭载了2K240Hz的广色域电竞屏 刷新率比常见的2K165Hz更高 另外 它的实测色域 色准 响应时间都是良好水平 还带有硬件方亮光 是一块比较全能的屏幕 第三 配置和价格比较均衡 这台电脑首发售价8999元 性能和配置都可以达到主流的水平 在今年的游戏本涨价的大环境下 已经不贵了 另外 它还有个1080P165Hz的屏幕的版本 首发8099 在主流游戏本里比较便宜 聊聊这台电脑的优点 自然也要说一下它的缺点 第一 只有一个MDR接口 内部扩展性差 这个缺点 我觉得实在是太遗憾了 整机的表现其实还行的 就因为少一个接口 让消费者在选择的时候 特别是那些想要升级硬盘容量的用户 对它们有影响 说真的 我挺难过的 第二 键盘布局不太合理 G5的键盘布局和器面一样 仍然是半高方向键 在某些游戏里用起来很不方便 作为游戏本 我觉得还是标配全高方向键最好 第三 高负载下核心温度较高 这台电脑的性能释放比上一代高了不少 但是核心温度仍然偏高 CPU显卡经常贴着温度墙在跑 这也说明这个模具的散热 已经差不多压榨到极限了 G15这个型号 在去年靠着不停的OTA升级和充足的供货量 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在我看来 今天的G15只要把上一代的缺点改一改 更新一下配置 再配上一个比较有吸引力的价格 就能获得不错的销料 但实测下来 情况和我预想的有点不太一样 新款的G15 散热和性能意外的有提升 在新配置和更高功耗的加持下 游戏性能也不错 同时还增加了一个2K240Hz的高端配置 但是它相比上一代缺少了硬盘扩展性 如果你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些不打算升级的人 或者说你不在意这个缺点 那么GL的配置比较均衡 价格合理 适合那些正好需要买一台游戏本来玩游戏的人 但需要注意的是 2K高画质单机对于3060来说压力还是偏大了一些 而如果降低分辨率 又容易因为非点对点缩放的原因而变糊 所以说对于玩单机又喜欢特效全开的玩家 我更推荐买1080P 165Hz的配置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话不妨来个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一下我们 如果你想每天都和我一起互动 可以关注笔八评测室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每天都会在里面点评一款电脑 这台电脑或许良心或许坑爹 但我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交流买本性得帮助电脑小白 这是笔八评测室 我是猪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